1号的时候呢,我就有收到一些电话 就是朋友的电话,然后还有我亲戚的电话,还有我老婆的朋友的电话 就说我的照片被盗用在网络上 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去问他们到底是在哪里的地方,然后是谁post的 然后他们就有share给我,然后我就看到是一个叫做Miss Han的一个小姐 所以我就去那边,我就联系她,今天那个Miss Han也是在这边 她是被骗了20多钱,所以我就去联系她,然后有跟她通电话 她就讲她是被骗了20多钱,然后我也是跟她解释那个人是我来的 所以我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所以过后,Miss Han也跟我解释了所有的那个骗局是怎样的 等下她会解释啦 然后,我在8号4月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个police report 这就是我的police report 然后我有去做一个police report 然后,直到8号做了report之后呢,我就Miss Han也拿掉那个post了 我又没有收到所有的电话,没有收到她的电话 直到前一天,就是在...就是在... 在16号的时候呢,又有很多的电话进来 是同样的照片,然后这一次是我跟那个... 照片的照片就被盗用 然后,在那个马六甲的推水站 也是放我们两个照片,大大哥的照片就讲我们是那个骗子 所以我就收到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电话 这一次更多,因为那个post啊,爆红有3400多个share 所以,我的家人就很担心,我的哥哥啊,姐姐啊,我的老婆啊 就有打电话给我,然后还有就是我爸爸妈妈 所以,就令到我... 对我的家人的伤害是很大啦 所以今天我就想要做这个基础会 去顺便请请一下 就是,不是我来的 就是他们是盗用我们的照片 然后去... 去... 用我们的相片放 as a whatsapp profile 然后去跟他们用whatsapp去联系 去... 听到? 啊,ok So,我的名字叫Edwin Lim So,我本身也是从事保证业 这个... 这个... 消息呢,是我前天星期四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在messenger那边tap我 就说我的照片被盗用了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事 然后我就问他在哪一个page看到的 然后他们说就是在马流角一个垂水站啊 然后他也有screen shot给我那个... 就是那个po这个... 所骗钱的那个... 那个名字叫Nakiki 所以我就按进去看的时候哦 正式是有我的照片啊 所以我也有去做了报警哦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大概15年 OK 本身也是有一些其他的生计啦 其实有一间公司也是有在做好性论的 OK 但是我们没有做personal论 在大概11月 去年的11月 我就收到我朋友的电话 他说 肯定你的照片被盗用 有人用我的照片 call他 然后whatsapp他跟他说 可以帮他做personal论 然后这个人 unnamed card是from RHP banker RHP banker 过后我会把这些东西 去骗给Jimmy啦 Jimmy可能需要给记者的朋友啦 对对对 然后...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我马上就去警察局报警了 然后... 过后就到现在都没有... 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 分成的complaint 说被骗钱还是什么 用我的... 用我的照片 去骗钱什么 没有收到 就从那一班之后 OK 就到昨天为止 就收到Jimmy的call 说 还是有人在用我的照片 他的照片也是被盗用了 就这样子喔 我是Mishana 就... 听说爱的不是我 是我的爸爸 当时他在1月份的时候 他去... 嗯... 写Livian的 Ordine website 那边去订阅 他讲到接personal loan 你们听到我讲话吗? 呃... 有一点杂音 那一些... 那一些... 你们可以... 调你的麦吗 如果没有讲话 对吧 OK好 嗯... 然后... 就... 我的爸爸1月份 他去... B&B Bank Original Web 上了本注册 他就讲他要... 他要接personal loan 看能不能 approve 过后... 我的... 我爸爸3月份的时候 他就接到Bank 写给他就是讲 不能 approve 被reject out 因为他是blacklist 然后... 过后... 4月份 4月3号啊... 就有一个... 印度人 他就打电话给我的爸爸 他讲他是... B&B Bank的人 可以... 就是... 帮我的爸爸去接到那个 loan 然后我的爸爸就讲 OK啦... 因为... 加上现在COVID-19嘛 没有什么生意 影响到他的业绩 就是... 他自己是老板来的 然后... 自己开小公司 然后... 他需要到钱 所以他才去接... 然后... 他也不懂是骗局 他以为是Bank的人 他们讲到很... professional 他还给到我的爸爸 NIM card 全部都有 然后... 我爸爸就讲... OK啦... 反正能够接就接咯 他就叫他去申请 他就去申请 然后... 过后... 那个人就... 就是那个女孩子 他给NIM card 得了... 然后... 他又PASS 他的那个line 给另外一个男孩子 印度男孩子 然后... 最近我的爸爸的人 总共有7个人 就是一直PASS 来PASS 去的... 就是那个印度人 就跟我的爸爸讲 你给一个... 就是... 钱多块钱 买一个insurance 如果讲你的钱 借不到... 就... 那个insurance 可以去赔 然后我的爸爸就 就进给他咯 钱多块 然后... 再陆陆续续续 一直进钱给他 因为他讲... 啊... 进钱的话 那个钱可以放回来的 然后... 那个... 贷款50钱 可以借到... 他也给我的爸爸 很多那种... BANK的东西啊 CMP Bank的... 那个... 那个... 那个SERT 然后又有... BANK Nagara的SERT 然后... insurance的SERT 过后就... 叫我的爸爸进咯 然后我的爸爸就进 就... 5号那天... 还是6号那天... 就进了一个10钱了 然后... 他就讲... 啊... 那个钱进我的爸爸的户口啦 然后... 我的爸爸就... 去看他自己的... Hong Long Bank 因为他是... 只有一个BANK 过后... 他进Hong Long Bank 他看到真的是有50钱 在他的银行户口 然后... 就相信了 过后... 那个人就讲... 你要拿这个钱出来 你要更快的速度... 你就给多一个10钱 然后... 隔天我的爸爸给一个10钱了 过后... 嗯... 他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对劲 然后... 他就去报警 因为... 他会问他的朋友... 他朋友讲... 可能是scammer来的 然后... 我的爸爸就去报警 警察就跟他讲... 是... 真的是有这样子的Case 这段时间了... 这一段时间了... 好湿的Case